大家好,我是老赵 这一节呢,接着给大家分享第五诀的内容 这一节给大家具体分享的呢,是福燕旧营法 可以说,福燕旧营 那么是对我们所学过知识的一个验证和总结 所以呢,福燕旧营很重要 通过福燕旧营 那么第一,能让我们所学过的知识呢 重新得一下印证 第二呢,就是我们也可掌握风水方面 是哪一些是准确的,哪一些是不准确的 那么只有通过来福燕旧营才能知道 并且呢,通过福燕旧营呢 还能让你的水平更快地提高 凡道以旧营,先将转右前后借看遍 再到学前看大水小水,水归何处 不惜劳苦,去水口看清 我们先说这一块儿 上面这个 就是说呢,我们道的一队呢 首先要把墙后左右都看一遍 那来到有句话呢 叫入山看水口,登靴靴靴靴 那你首先要看水,道的一遍 首先要看,看水归何处 水呢,所归的位置呢,就是水口 所以呢,道的水口呢 先立高干,在水口处立高干 赤,然后呢,再到学上 到学上以后呢,墓丁正中下一个螺针 那就是道学了,下一个螺盘 把这个水口处立高干 你要是看不清楚的话,那就立高干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螺盘去看看 那高干在哪个方位 那就是水口在哪个位置 用外盘缝针砍学前的内水口 什么叫内水口呢 内水口就是学前 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个 学前的这个水口呢,就叫内水口 那外水口呢,那就是外山外水 这个水归何处,那就叫外水口 凉水就何处,或归库,或不归库 然后呢,用长线迁开,看天干智商几分 地支智商几分,或全处天干,或全处地支 犯流动来去黄泉浮 这一段,就是说,你把这个螺盘和水口定了以后 那就看看呢,这个水口有没有在库上 或者归库不归库,就是有没有在木库房 没有在木库房呢,我们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在绝位 用长线迁开,迁开以后,那么就是说,你顺着这个螺盘 我们看每一条线 它这个分别的,也就是说这个水口,它在哪个字上 看完以后呢,我们还要看看它有没有放黄泉水 当然流动黄泉浮,那指大呢,就是这个水是不是水出天干 水来天干的位置 刺看,或是地支相,或是天干相 生旺不生旺 第二呢,这个接下来呢,就需要看什么 看相,这个相呢,是天干相还是地支相 是生相还是旺相,生旺不生旺 刺看,龙子母子入手,是生龙,是死龙 龙水配不配,通俏不通俏 说的呢,就是我们先看龙入手制 通过入手呢,我们再看水口 看看龙呢,是不是生旺龙 那这样呢,就如果是生旺龙 那就是龙配水,也叫呢,通俏 或单是水通俏,或单是龙通俏 在之前的客室呢,也提过这个词 那水通俏呢,就是向河水 龙通俏呢,就是龙河水 或玄关通俏 玄关通俏呢,就是龙和向河水 那就叫玄关通俏 刺看,贵人在天干,或在地支 何谋贵人得位不得位 刺,指有虔诚无虔诚 看生方有山无山,有水无水 车子,有人丁无人丁 看望方,有山无山,有水无水 车子,有柴无柴 我们看这呢 其实呢,我们就是看这个贵人 那贵人方,如果啊 他有贵人风 那这样呢,就算贵人得位 得位以后呢,我们还要看贵人风 这个风呢,他是不是方向千秀 方形的,方形的土杀嘛 土杀,那么土杀呢 那你就土杏杀,那就在南方 或更坤两方 那你要是圆形的,金杏杀 那你就在对方 那这同样,也未得位 你看看,有没有得位不得位 如果贵人杀得位 那家中呢,必有有虔诚之子 就发贵嘛 另外呢,再看 生方 有山无山,有水无水 那有山,生方有山有水呢 那说明呢,这个神经啊 是比较旺的 旺方,有山无山,有水无水 那通过这个呢,我们也可以指导 他家呢,有柴有柴 说呢,有一句话呢 生方有风,人丁旺 官旺起风,官入生 就是说的这么一个意思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 看天柱山高地 他知有树无树 天柱山,那么指导有千方 如果千方有秀丽的贵人风 那说明呢,家主有高树之人 将十二宫,二十四山,四为八干 用十二条线,周围借坎变 这个呢,说的很细 用十二宫呢,每一宫 然后呢,你就要看他 山,水,短一个情况 在天岸积分,地质积分 他是在天岸上,还是在地质上 然后呢,形象好不好 好,形象好不好 是贵学啊,或是负学啊,是暖学啊 风吹,风吹不吹 那这一段呢 看过之后呢,还要看 这个贵人风在哪一个字上 我们看,形象 就是行暖方面,那么通过这些呢 我们才知道呢,这个 是不是贵学啊,或者是不是负学啊 暖不暖,暖不暖是通过 风吹不吹,如果呢,当然 他不能,这个学啊 他不聚气,那便是被风吹了 如果是暖学呢 当然,风一定吹吹 吹不着的 暗,免工便免工 由下杀为下杀 免工爱,那般来免时 暗伤,黄暴于我,于我又情 有没有下杀呢 下杀指的是谁 从左往右,那就是右边的杀为下杀 从右往左,左边的杀为下杀 所以呢,有一句话呢 有地没地相干下地 就是要看有没有下杀 然后造五诀书中图形 急着断机,凶着断胸 断故不准 就是说呢,你经过上面这些内容 再结合第六五诀中的礼器来做 那刺激,你则断胸 你则断胸,则断胸 就行了,那么这一定呢 会准确无误的 若之徒简便,不细细留心 则断旧营,必然不准 将心地,定是害人 甚至甚至 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些东西呢 我们需要看地 不管看心地还是看旧地 你要仔细地去辨认 这样才能够更准确 你要是去看心地 那你仔细地看呢 才会给人家点的更好 那么就是造福于民 于建国富贵大家 故营,往往与学前后左右 辨故为强,疑图撞弯 数不止,龙鱼,声东活泼为贵 一柱强缘,插龙身受制,气脉 因塞,避而不通,名为囚龙 既有兴旺之气,魔能为力 大地小发,小地不发,事所必然 但未有龙,已寿秋,而发富贵仍然如故障 我们看上面这一半 上面呢,就是说赵秋风先生看过很多富贵之家的旧营 因为这些旧营呢,他们喜欢在旧营的周围做围墙 做围墙第一呢,当然是不方便别人进出 第二呢,他是这样呢,也比较好看,行为壮观 但是呢,这个,你圈住以后,那么这个龙呢,就成为了囚龙 所以呢,还是不建议这个,在旧营的周围去做围墙 这样是不合理的啊 所以呢,你这样呢,就是囚龙 丘龙呢,如果你是大地,大地小发,如果你小地,小地不发 所以呢,赵秋风先生就说啊,我没有见过啊,这个丘龙 因为圈起来,这样的丘龙,而能发富贵仍然 其然,各自立象,终于眼前见谁为定 这个,当然呢,你立象呢,就要以前面的水,依水立象,依龙立象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算是立水,依水立象 或放正墓,或放绝位,或消文库 放正位呢,那就是说,在这个,纳水的时候呢 要呢,将墓库放在为水口 第二呢,花呢,在绝位,水出绝位 或者呢,水出文库 其实呢,家中对于呢,文库呢,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台房消水 然后呢,这个是绝位消水,这个呢,木骨消水 自由,玄窍相通,一定不宜之法 乃因强缘折壁,美智内宣看去模糊 这个,同样也是浮燃旧营的啊 就是说,你这个呢,在,你去浮燃旧营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看内水口 它内水口在什么位置上 但是呢,如果有强缘折壁 那你这个内水口呢,它就变了 它就变了 变了以后呢,将水口变在别位 无论,故真,原相,何局,于福 总之,胸长,未被变即 来,就是说呢,你把这个围墙做了以后 等于说,你假设,你把水口变了 本来呢,这个相,是和外边的那个水口的 但是,你通过,做了围墙以后 你这个相,口,变了 变了以后呢,你之前呢,它是个胸的 但是,你改变了以后,它未必变即 就这么个意思啊 如果呢,这是个急的啊 徐昂,它这个旧营呢,它合的是原水口 你经过修缩,你把它变成了内水口和这个 内水口,它不急了 那这个呢,同样,立刻变凶 其害由甚,而人毫不自觉啊 因受其类,树堪米极 这个呢,就是啊,确实啊 这样做,都挺可惜的 刚才呢,这段话呢,就是说 下面不要说,乱修筑围墙 修筑围墙,那么你就是 乱改变了这个水口的方向 那改变了水口的方向以后呢 如果是急的,但是你把水口改变胸 那这个呢,就是不急了 如果呢,这个是,本来远先是不好的 但管你经过修改围墙以后 他也未必能变极 余特表之 我呢,就特别的给大家讲一下 推广后制学地理章 和留以焉可言 就是说这个呢,以后呢 大家要留以这方面的内容 首先呢,浮现旧营法呢 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